有难啊 你可回来喽 夫人 担心 阿姆 我的儿啊 你回来了 你个没良心 你可回来了 想死阿姆了 知道的是儿子回来 不知道的 还当是情郎回来的 你不不停 你唯一不停 我给我研究一下 我已经研究了 你我必须 你不停 我还可以 老师 一不停 啊 我最后 见过三兄 你怎么知道 我是你资兄 不是大兄 与三兄一半 算出来的 就像三兄 我并文说话 就知道我是谁 这还用算吗 看年岁打扮 不是你便是泱泱 但是泱泱乖巧 不会这般凑热呢 其实我也不是算出来的 我听完大兄是白露山 儒雅翩翩的才子 如今在军中谋逝 而次兄 是威武不凡的武教 这般孱弱之身 我们必然只能是三兄了 你 三弟这次可找到对手了 咱们家娘娘 嘴皮子可一丁点不比你差啊 当心点 阿姆看着 三兄必必在骗我 阿姆这会儿 你们回家还没见过大姆 娘娘 你也去见过三叔父和三叔母 是 见过大姆 哎哟 我的乖孙儿哦 哎呀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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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是孙儿 大母王 我是少公 喔 哈哈 哎呀呢 我是孙儿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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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啊 哈哈哈哈哈 哎哟哎哟 哎呀 可是看着咱家的男丁 还是太单薄了 三郎啊 你还得加把劲 一会儿多吃点儿囊饼 吃饱了有力气 再给程家天怪四儿 我这张这孩子 你说的什么啊 长这么高 不愧是我程家的好儿子啊 男老 见过三叔母 见过三叔母 管如四部信中所说的那般机灵 他机灵过了头 扬扬稳稳地在厅中等着长辈 他倒是没规矩 先跑了出来 这女娘还是要活泼些好 旭伯还在院内吧 那咱们赶紧进去 别让他久等了 好 金姑 赶紧进屋吧 对对对 走 三郎 走 回去 回去吃囊饼 阿姆都给你准备好了 还有烙姜啊 好多好吃的呢 好 多吃一些啊 好 阿姆小心 好好好 噓 阿兄嘛 对付阿姆可有什么妙招 不白说 我做了一笔三字的刀饼 当真有这样的妙舞 妙妖可不能私藏 快给我们也备一份 快来说说 好说 好说 阿姆体罚你的时候 你就装病了 好说 好说 阿姆骂人的时候 就把疼低下来 当作什么也听不到 等他罢完了 再把他抬起来说一句 阿姆 我错了 还有什么 多说点 还有 贤弟 来 来 来 服人 三郎啊 阿姆 儿啊 快想死阿姆了 阿姆 阿姆 想死阿姆了 你不就爱喝这老浆吗 来来来来 都给你热好了 你快尝尝 好好好 阿姆 好吗 来 张大嘴 大姆也不喜欢三叔母 三叔母是三叔父自己求去来的 乃是白露山山主之女 这亲事其实是咱家搞完的 可是大姆还是觉得三叔母 配不上三叔父的孩子 这怕是要寻个仙子美人 配那三叔父大姆才会高兴 二叔父 满馍自身十一年 全为家里着想 可大姆呢 万分怜惜都没有 人人都说 世人势力 可谁知 做父母的 对孩子们也会有势力的时候 若父母对孩子 也是以貌取人 以事取人 我做小辈的 我为何要敬重他 你们行进鬼祟 又在非议谁呢 阿姆 阿姆 我刚刚在问阿妹 明明是一包双生 怎么才长得眼儿不像呢 是啊 我们俩加起来都不如鸟鸟好看的 鸟鸟 多年未见 兄长给你带了很多吃的和玩的 你们别总只惦着鸟鸟 泱泱也是你们的妹妹 见面礼万不能少了 我看时辰也不早了 君姑也该早些歇息了吧 我又没喝醉 我为什么要早些歇息 我跟三郎还有好多话要说呢 我跟三郎还有好多话要说呢 阿姆 儿几日赶路都未曾合眼哪 那得赶紧歇息 贤弟 阿兄送你回房歇息 我亲自送三郎 儿啊